当年TVB拍公星季的时候,精心挑选了四位骨灰级演员,扮演了四丝掌门,他们霸气外露骨怒自威,一看就是TVB的镇台之宝,这四位分别是管穿啥的中丝制,管房间里摆啥的胡丝舍,管吃啥的谭丝扇,以及管理经营首饰制作的阮丝针,你知道这四位演员在港圈都是什么地位吗?当年TVB拍公星季的时候,是如何请他们出山的? 本期的部落剧道道就和你聊聊,在公星季里扮演四丝掌门的演员,都是什么人物? 米雪演的中丝制,后期成为上公局的上公,她性格坚强,行事果断,以笑意当先是个狠角色,米雪的咖位想必不用多说,她14岁就加入了邵氏,是港剧里的第一个翘黄荣,1975年她就创下了香港史上第一个百万收拾的记录,后来她去亚市拍的大侠货原甲,再向虎山行等剧,成功帮亚市抢到了TVB的收拾率,成为港圈炙手可热, 她的一线花旦,和很多明星的昙花一线相比,米雪可谓是红了一辈子,她做事都三思后行,不会冲动的去做没把握的事,你说是星期也好,臣服也罢,米雪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这样,她出身在一个大户人家,父亲有好几房太太,她的母亲不是正房,身处大宅,米雪从小就学会察言观色,审时多事,对于勾心豆角这种事,她也很会巧妙化解,但由于太小心谨慎,米雪的感情一直都是空白,她的目的性很明确,婚姻仿佛 不就不在她的行程里,如今米雪已年近七旬,却依旧光芒四射,TVB很多大剧还是请米雪出山,没有她宅豆和宫豆就失去灵魂了,你认为呢? 吕珊在《公星记》里演胡思舍,本来这个角色当时定的是让慧英红演,而慧英红饰演的谭思善,本来定的是吴永威,但因为当机冲突吴永威来不了,吕珊才被后加上,别看吕珊出道53年德务不温不火的,其实她身份很不一般,童星出道小小年纪就站在红馆唱歌,虽然在TVB一直演绿叶,但给人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, 吕珊之所以很小出道是因为她父亲是报社大名鼎鼎的编辑,作词人,而她的书博是粤语片《一代影星旅奇》,得天独厚的家庭优势让吕珊进娱乐圈变得易如反掌,她喜欢唱歌就让她参与梅艳芳的演出,还记得吕珊在2002年唱的《星光背后》成为她的代表作,演《西关大哨》时,她在剧里唱的一段乐剧可见实力非凡,之前说到吕珊演的胡思舍本来是慧英红的角色,而慧英红演的谭思善本来定的是吴永威, 谭思善的角色定位是平平无奇,却有晋升上宫的愿望,后来眼看仕途无望,就开始揭发上官的阴谋,人物性格转变得非常自然,不得不说慧英红演啥像啥,妥妥地去抛脸,所以是谁说武打演员不会演文戏的,慧英红说常年打斗,曾经没人把她当女人看,为了撕下标签,她跑到TVB从最小的角色开始演起,《攻心记》里的谭思善,她收起犀利的眼神,演了一个让人又爱又恨, 常常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谭思善,你很难把她和倚天屠隆记里的灭绝师太,描翠花里的二太太联系在一起,慧英红一路走来都写满坎坷,她的经历只能用叶盘重生来形容,你喜欢一路硬刚的慧英红吗? 《攻心记》里经常和迷雪演对手戏的阮思真,可是一个背景深厚的老戏骨,她叫关菊英,经常看TVB的人不仅喜欢她演戏,更喜欢她唱歌,14岁关菊英就拿下某歌唱比赛冠军,闯进了乐坛,像她这么小的姑娘进娱乐圈打拼,应该是需要父母监护的,可惜家里孩子多,没人监护的关菊英遇到问题只能自己做决定,刚进圈没多久,就被26岁的男生套路了,之后关菊英火速结婚,然后又惨淡受场,被伤得体悟完封后, 关菊英离开香港,远赴海外,一别13年后她又卷土重来,不论是演好人还是坏人,她都游刃有余,除了演戏,TVB很多影视剧主题曲都是关菊英唱的,既会演又会唱,可是给TVB省下了不少钱,有人说《攻心记》抄袭的大长经,是因为上宫这个词是韩剧里叫出来的,其实并不是,上宫制度在中国隋代的时候就已经开始,唐朝依旧继承了隋朝的上宫机制,所以不存在抄袭,这部剧里我其实最欣赏的就是关菊英, 菊英饰演的阮翠云,因为她活得向来真实,不要以为主子夸你几句就自明得意,那就太天真了,这一刻是高点,下一刻也许就是披霜,如果我是你,一定会未雨绸缪,先想好下次工作怎么做,因为这次做得好,下次主子就要求你做得更好,这才是真正的职场人啊,你认为呢,评论圈聊起来关注我,盼想谈TVB的时候就真的找不到我了。